一件造型优美、色彩分成的景泰兰工艺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? 一般来说,制作一件精致的景泰兰产品要经过制胎、掐丝、烧汗、点蓝、磨光、镀金等37道小工序。 且37道小工序均由手工完成。 下面就请您跟随我们进到车间参观一下。 第一道工序为制胎,即按照设计者的意图做成初始形状。 将紫铜板经过火烧加温变软后,用锤子不断敲打,使之变薄,弯曲成为图纸形状,最后焊接,形成我们所需要的同胎造型。 掐丝是像细细的铜丝,掐成各种花鸟、山水、人物等图案轮廓。 花瓶精致与否取决于丝工的技术,丝要垂直于同胎。 掐成的图案到平静处还有有收的感觉。 然后再用特殊的粘合剂与同胎粘合在一起。 掐成的图案 烧汗是将同胎粘与胎体紧密结合的一个过程。 用特制的汗药经过高温火烧汗结。 然后是点蓝,它是一个选色、配色、润色的过程。 诱料以石英、磁土、长石等一些矿物质为原料,进行粉碎制成的法兰粉。 主色料为红、蓝、绿、黄。 将诱料点涂在轮廓线当中,这样就形成了色惨斑斑的画面。 用功合适的画面能自然地透出灵性与生机,且深险过度要浑然偏程,毫无断层与突兀的感觉。 烧蓝是在专用的地炉中进行的,且整个过程必须用液炭。 炉温在800到1000摄氏度时放入花瓶。 时间过长,蓝料会溢出,覆盖铜丝。 时间过短,会使蓝料变黑。 点蓝和烧蓝两道工序,一般要循环四五次。 又要逐层加厚,逐层烧结,这样才能保证色彩的质量。 磨光的过程可以使一件初步成型的景泰蓝更加平滑圆润。 一般要经过粗砂石、细砂石、黄石细碳四次循环打磨抛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